同学们好 我是越南语科成的老师 我来自越南河内 同学们可以叫我黄桂英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将来学习的内容 就是如何用越南语来谈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生日语系 예�藥语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关于心情爱好的一些姿词 의称词 Ltd.m Ltd.m môn thể thao 体套就是运动的意思 那么mon呢其实是一个量词 表示项目的意思 好,我们来学习第一个生词 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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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的意思就是球 那么所有的运动项目跟球有关系 都会出现这个词 棒 棒 好,走在这里就是蓝子的意思 那么棒走呢就是蓝球 下一个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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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球的意思 棒呢就是桌子 那么棒板就是你在桌子上玩的球 就是乒乓球的意思 好,下一个 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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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就是球 那么打呢,打就是踢的意思 棒打就是踢的球 足球 足球 好,下一个就是高尔富球 那么越南语里面有很多词语,以前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只好用英语或者法语的词语来代替 那么这个词呢,我们就用英语的 但是字面是英语的 但是读的时候,读印就是越南语的 所以我们就读 而不是读像英语一样的golf 好,下一个词 这个词跟高尔富球一样 就是以前没有的 所以就能用英语的词语 那么我们就读 bow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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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个 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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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里龙呢就是毛 羽毛的意思 好,但是这里我们没有用蒙 而是用狗 因为羽毛球那球的样子不是圆的 所以我们用狗 而不是用蒙 好,那么关于这些球的词语 我们用一个动词 就是玩打的意思 吹 吹 吹 好,现在老师会带大家合并一下 比如说打篮球 吹 蒙 打篮球呢 这些词涮里面还是用打竹球的 而不是用 thi竹球的 因为竹球这个词里面 已经有 thi这个词了 所以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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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现在我们继续学习一些运动项目 好,第一个瑜伽 Y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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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词也是英语的词 好 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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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就是武功的意思 比如说Tekin的character都是Vo的意思 都是用Vo 好,下一个跳舞舞蹈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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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关于这个跳舞呢 还有另一个词就是 Mor Mor 那么Yay呢就是比较现代的 Mor呢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舞蹈 好,那么现在经常用Yay 下一个词 Z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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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词也是英语的词语 因为越南语里面没有 好,下一个 Tekiz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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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Tekizuk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运动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面 Tekizuk的意思就是锻炼 端炼身体 Tekiz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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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跑步的意思 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 Tekizuk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跑步 第二个意思就是跑 逃跑的意思 那么关于这些词呢 我们会用一个动词 不是打不是玩而是练 词词词词词 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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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就是游泳的意思 跳水 就是走路的意思 就是步 就是走路 三步的意思 轿就是船 就是划船 撩路 撩路 撩路就是山的意思 撩路就是爬 撩路爬山 好,那么我们用 后面下就写运动项目 我们来练习一下 去游泳 去跳水 因为这里有两个词 所以我们就把一个词删掉 省略 那么就只读 好,下一个 好,下一个 好,那么刚才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一些运动项目的词 好,那么刚才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一些运动项目的词 运动项目 一些比较普遍的项目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学习一下一些乐器 好,第一个 就是钢琴的意思 那么piano呢,就是英语的词语 就是琴的意思 那么在其他乐器前面一般都会有这个词 都会带上琴的意思 好,下一个 其他 弹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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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琴的意思 老师刚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gita呢,就是 一个越南语读音的gita 弹据歌 我们还有 弹 viol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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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个外来词 而不是越南语本来的词语 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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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老师会带大家来 khớp一下 chơi đàm piano chơi đàm piano 过去 đánh đàm piano đánh đàm piano chơi đàm guitar chơi đàm guitar chơi đàm violon chơi đàm violon chơi đàm nhị chơi đàm nhị đánh đàm nhị đánh đàm nhị chơi chống chơi chống đánh chống đánh chống 好的 那么刚才呢 我们学过一些 用手弹 用手打的乐器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要吹的 thổ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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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ổi就是吹的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吹低 thổi sáo thổi sáo thổi sáo thổ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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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ổi 吹喇叭的意思 嗯 那么你的兴趣爱好 除了做一些运动 打一些乐器 你还可以玩游戏 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 虽然这两个词写法不一样 第一个呢就是这 第二个就是这 但是北方人的读音都是一样 所以都是这这 但是南方人可能会读 这这这 好那么我们有哪一些游戏呢 老师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第一个游戏 老师非常喜欢的就是打牌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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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牌 Poker牌的意思 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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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棋 包括中国棋也可以读 隔 下一个 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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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电子的意思 在越南语里面 那当你说玩电子的时候 意思就是玩电子游戏 或者你还可以说 game game 这个词语是英语的词语 但是现在在越南语 我当中使用率也比较高 那么 链 或者game 都是玩电子游戏的意思 好 下一个 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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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小孩子非常喜欢玩 链 就是躲 躲起来的 链 就是找 一个人去躲 一个人去找的意思 下一个 隔 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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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ÁNH BÀI CHƠI BÀI CHƠI CỜ DÁNH CỜ CHƠI ĐIỆN TỬ CHƠI GEM DÁNH ĐIỆN TỬ DÁNH ĐIỆN TỬ CHƠI LỈY CHỦI DÁNH GEM DÁNH ĐIỆN TỬ CHƠI TRỐN TÌM CHƠI TRỐN TÌM DÁNH TRỐN TÌM CHƠI C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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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ÄNH CHƠI CỜ BÌN GEM CHƠI CỜ JƏI CỜ CHƠI CỜI 文学就是课程的意思 好,你可以喜欢学英文 安就是英国的意思 安就是文外语,语言的意思 你也可以喜欢学外语 你可以喜欢学关于电脑的一些技能 埋顶的意思就是计算器 你可以喜欢学习摄影 主就是拍,显就是照片 拍照片就是摄影的意思 贴给腿枪 贴给就是设计的意思 腿枪就是实装 你可以喜欢学习贴给腿枪 实装设计 好,那么关于这些课程 你用一个动词 学习好 学习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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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么你爱好和兴趣可能还包括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喜欢看电影 我喜欢做饭 我喜欢睡懒觉 母能,母就是睡觉的意思 能就是烤,那么你睡太多了,你就像烧烤一样的一个意思 好,这个,我喜欢自派 现在女孩子都很喜欢自派 得生,得生 得生的意思就是让自己觉得快乐,开心 自派 比如说,你孩子喜欢被清 弹, len 弹, len 收拾方箭 做,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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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折折,折,折折 做,折折就是收拾的意思 nhà cử呢就是 房间或者家里的意思 还有人会喜欢听音乐 最近大家都很喜欢网购 买就是买的意思 就是在网上 意思就是在网上买东西 还有人喜欢逛街,逛公园 逛就是逛的意思 逛就是逛街,逛街 好,那么我们就学完一些生词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表达爱好和兴趣 如何说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们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 Khi rảnh rỗi, bạn thường làm gì? Khi rảnh rỗi, bạn thích làm gì? Khi rảnh rỗi,就是有空的时候, siến的时候 你常常喜欢做什么 就是有空的时候,你经常或许你喜欢做什么 好,或许他们也可以问你,你有什么爱好? 你的爱好是什么? Sotik, gua ba, la zi Sotik, gua ba, la zi Sotik就是爱好的意思 Gua ba,就是属于你,就是你的爱好是什么 Bạn hay làm gì lúc rảnh? Bạn hay làm gì lúc rảnh? 你经常做什么? Lúc rảnh就是你, siến的时候,有空的时候 Mấy空的时候 好,那么想回答这些问题 你可以说 Khi zang zoi Khi zang zoi 有空的时候,有空的话 Doi tương hai 我经常 或者Doi tê Doi tê 我喜欢 后面加一些我们刚才学习的词语 比如说 有空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 Khi zang zoi Tôi thường hay xem phim Khi zang zoi Tôi thích nghe nhạc Khi zang zoi Tôi thường hay chơi thể thao Khi zang zoi Tôi thích chơi nhạc cụ Khi zang zoi Tôi thường hay đi du lịch Khi zang zoi Tôi thích nấu ăn Khi zang zoi Tôi thường hay chơi cờ Khi zang zoi Khi zang zoi Tôi thích xem phim Khi zang zoi Tôi thường hay nghe nhạc Khi zang zoi Tôi thích chơi thể thao Khi zang zoi Tôi thường hay chơi nhạc cụ Khi zang zoi Tôi thích đi du lịch Khi zang zoi Tôi thường hay nấu ăn Khi zang zoi Tôi thích chơi cờ Khi zang zoi Tôi thường hay nghe nhạc cụ hariSfer 比如说 xem phim giúp cho tôi thư giãn 看家显然让我放送 xem phim giúp cho tôi thư giãn nghe nhạc giúp cho tôi thư giãn nghe nhạc giúp cho tôi thư giãn chơi thể thao giúp cho tôi thư giãn chơi thể thao giúp cho tôi thư giãn chơi nhạc cụ giúp cho tôi thư giãn chơi nhạc cụ giúp cho tôi thư giãn đi du lịch giúp cho tôi thư giãn đi du lịch giúp cho tôi thư giãn 那么除了说一下你喜欢你有这个爱好的理由 你还可以说你对这个爱好这个项目的观点 那么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 是一个很有趣的事 xem phim là một việc rất thú vị xem phim là một việc rất thú vị 你刚才能评论一下很有意思 很有趣的事情 你刚才能评论一下 学唱歌是一件事 有什么趣的事 看来有个好对 音乐是一件事 你对身体收音乐 很有趣的事 聚 there 一件事很有趣的事 你阅里认识到一件事 你对身体收音乐 соп着你来时 你录音乐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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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然有别人问你喜欢做什么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我不喜欢做什么讨厌做什么 那么你可以说我不喜欢 或者说我讨厌 比如说我不喜欢去买东西去逛街 我不喜欢去一些夜里的俱乐部 我不喜欢去买东西去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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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闲口 rut代我 暴口 我敢闲口 好,那么现在呢 你已经学完一些词语和表达自己兴趣爱好的句式 现在我们来练习一下 说说自己的 介绍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对手听过版本 介绍自己的爱好 好 那么她叫玛丽 我们来看看她的兴趣 和爱好是什么 Xin chào các bạn tên tôi là Mary Xin chào các bạn tên tôi là Mary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Mary 我叫Mary tôi rất thích chơi cờ vua tôi rất thích chơi cờ vua 我很喜欢下词 tôi đã từng tham gia rất nhiều cuộc thi và đạt giải bạc tôi đã từng tham gia rất nhiều cuộc thi và đạt giải bạc 我已经 她已经参加了很多比赛 cuộc thi就是比赛的意思 她已经参加了很多次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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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厉害 cờ vua là một trò chơi thú vị 奇呢 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游戏 đòi hỏi bạn phải堅持 và bình tĩnh 她要求你 要有耐心 堅持 就是要有耐心的意思 bình tĩnh 就是冷静 那么你想玩这个 游戏 你要有耐心 你要冷静 那么她就要花 我们来看看她的爱好 和心情 什么 Xin chào các bạn tên tôi là Hoa Xin chào các bạn tên tôi là Hoa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花 A 花 Tôi có rất nhiều sở thích khác nhau Tôi có rất nhiều sở thích khác nhau với 有很多 不同的爱好 ví dụ như ví dụ như ví dụ như 就是比如说 的意思 ví dụ như 现在她会说 她有耐心 是爱好 她就爱好 她喜欢 去理由 tôi thích đi du lịch tôi thích đi du lịch 她还喜欢 trẳng cưa trẳng trẳng cưa tôi thường hay hát tôi thường hay hát tôi thích học ngoại ngữ tôi thích học ngoại ngữ 那么 chú là chuyên lử dấu chú là 喜欢 trẳng cưa 她还 喜欢 xế ngoại ủy 好 现在 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美 拉 我们来听听 她的爱好和心意 是什么 Xin chào các bạn tên tôi là Mỹ Lan Xin chào các bạn tên tôi là Mỹ Lan 我 的 是 美 拉 Sở thích chính của tôi là học ngoại ngữ Sở thích chính của tôi là học ngoại ngữ Sở thích chính chính chủ 要 最大 那么 sở thích chính của tôi 意思 就是 我最大 的 爱 就是 học ngoại ngữ 学 外 语 Ví dụ như tiếng Anh và tiếng Pháp Ví dụ như tiếng Anh và tiếng Pháp Ví dụ như ví dụ số tiếng Anh 英 语 英 语 法 语 语 Sở thích chính của tôi là học ngoại ngữ Ví dụ như tiếng Anh và tiếng Pháp là thật 为什么 喜欢 语 语 của mình lại 看 看 她 的 理由 Tôi nghĩ học ngoại ngữ sẽ giúp ích cho tôi rất nhiều Tôi nghĩ học ngoại ngữ sẽ giúp ích cho tôi rất nhiều Tôi nghĩ ngoại ngoại 那么除了学外语呢 它还有另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做运动 外加 tôi còn thích chơi thể thao 外加 tôi còn thích chơi thể thao 外加就是以外 此外的意思 我还喜欢 做运动 tôi còn thích chơi thể thao 好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嗯, vậy hôm nay bài học của chúng ta sẽ kết thúc ở đây cảm ơn các bạn đã quan tâm và theo dõi tạm biệt và hẹn gặp lại